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老坦这季把战场拉回到山东的鲁南跟鲁西南 前一集讲了1947年元月 鲁南战役三部曲的第三部 同时也带到了台湾军 也就是整编第70师 幺丝洞旅的金香鱼台战役 这是刘伯承禁忌鲁野战军支援华野 发动的一场牵制作战 这一集老坦是要展开来说吗? 我们这一集要做台湾军 也就是整编第70师 他们在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 我们之前做过整编66师宋瑞科 他的阳三级战役 在那一集里面有提到说 以后还会再提到鲁西南战役 因为阳三级战役只是鲁西南战役的结尾 前面阶段是由台湾调过来的整编第70师 国共内战的这些战役 双方的民军民将其实都不是孤立的 老坦也其实常提到这件事情 是彼此有相关的牵连 我记得老坦前一集有提到整编一师 打完金香鱼台战役之后 部队在鲁西南继续追缴地方的武装力量 长达半年 那看起来这个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们知道在1946年的6月 中共展开了中原突围 从那个之后国共内战正式外溢 山东战场成为国共内战里面的重中之重 在1947年元月 鲁南战役之后 紧接着就是莱鲁战役 还有孟良故战役 这些都是华野打的 不过虽然国军在山东三连败 可是湖中南大军也进入了三北延安 给毛泽东很大的压力 所以毛泽东那时候也要求 刘伯承邓小平的禁忌乳裔战军 务必在7月1日以前渡过黄河 重新进入中原附地 开批外线战场 也就是说禁忌乳裔战军渡过了黄河 这时候碰上了整七师吗 还没有那么快 一开始碰到的是整编五十五师 刘登部队是在6月30日强度黄河 虽然说南岸有碉堡有士兵 可是并没有拦住 禁忌乳裔战军随后以每个小时 7公里的机型军速度 迅速的包围了鲁西南的运程 从黄河沿岸退守到这里的整编五十五师 损失殆尽 定逃的整编第六十三师 第15三旅也被击溃 为了要阻止刘登部队的继续推进 国军紧急调兵遣将 这时候要来紧急来池园 是要调谁过来 第一步是调黄埔义骑的 丸禁九 他是江苏封县人 那个时候被陆军总司令 雇助统调来鲁西南 负责了率领第二兵团 而他北重嘉祥 六营级 独三级 南道阳三级 全部把部队摆成了一条长蛇阵 那这条长蛇阵 有一截就是整七师师 又是一字长蛇阵 我们常听到人家说起 包括这个共谍刘斐在内 是他们这些人在布局调动 难道这也是吗 看不太出来 我个人是比较觉得 这是丸信九他的布阵 他的决定 那个时候担任过 第31集团区的司令 丸仲莲 他也是帮补一起 在他的回忆录 真诚回忆里面提到 那个时候他是因为生病 在郑州驻院 七月三旬的某一天 郑州衰竞公署 参谋长约他去衰竖研究军情 墙壁上挂着标示 国共在鲁西的胎式地图 他才知道说 刘伯成的五个重队 突破了黄河的河环 攻陷的运程 有继续向南推进的可能 这个图显示出来说 这个刘邓部队推进速度非常快 对 王仲林讲 那个时候 完禁九的第二兵团 下辖谭永良的枕边32师 宋瑞科的枕边66师 还有陈一鼎的枕边70师 他们去池原鲁西 那先头的枕边32师 推进到了独山级以北的 六营级附近 宋瑞科的枕边66师 在阳山级 陈鼎仪的枕边70师 则是在京香一带 这边来帮大家回忆一下 宋瑞科的枕66师 推进到阳山级 发生老坛 之前说到了这个阳山级战役 枕70师 则是在1947年元月的 京香渔台战役之后 继续在鲁西南这一带 追缴中共的游击队 还有一些地方的武装力量 王仲宁讲 他那个时候看了地图以后 觉得说很不予为了 因为鲁西南从抗战以来 已经很倒向了中共 而且八路军还改造地形 村落之间的壕沟坑道 都是相通的 他说国军进到治理 四面都被封锁消息 行军驻军 壕沟隧道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狙击 所以在这边行军是很慢的 很明显的 如果在这边用兵 很容易重蹈了 江西武刺围剿前的 这种逐次用兵 个别推进 遭各个击破的这种命运 如果还没有判明 共军阻力动向之前 部署这样的参赦证 实在是太危险了 如果共军阻力向第二兵团 备策断线估点 到时候首尾不能相顾 增援不了 还要其他部队来救 所以他赶快通报了完禁酒 建议说最好呈现品质型的布局 挽回被动的局势 等于说像这样的一字长蛇镇 是自己摆的 兵团司令是可以自己主动去调整 应该是可以 因为根据枕编66师的师长宋瑞科 他的说法 禁忌如意也占军渡过防河 顾驻筒集满调动的 防守龙海铁路 还有徐州西北的三个枕编师 首先是命令整七十师去解运城之危 运城失陷了以后 担心刘邓直驱徐州 所以除了要整七十师退守到家乡 还紧急命令整三十二师 整六十六师到徐州附近 总之就是在徐州附近不断的调动 接着孤独同又把第二兵团的司令 完禁酒从山东的四水调来鲁兴 临时指挥这三个枕编师 同时因为完禁酒是临时被叫来的 他自己也没有特别的组建 所以就摆出了一致残射阵 那这三个地方彼此相隔 大概都是十到十五公里 就是由临阵的这个前线占领 来做出的评论 所以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我们讲好听一点是这样子讲 这样子的列阵 可以随时的扑向 禁忌如意也战军的右翼 也就是对聚也 还有已经沦陷的运程 实施迂悔 至于保守的说法是 这样子处处射防 断断续续也会处处薄弱 总之因为残射阵的问题很大 宋瑞科说 后来有人跟完禁酒建议 这样子的摆法 兵力分散等着挨打 这个不是办法 是否可以召集各司的施展 开会研究一下 那完禁酒说 等到真查明白以后再说 建议调整这样子的布阵 是王仲联来建议的吗 不知道也有可能 总之完禁酒一直到了7月11日 才通知各司派一个团出去邮寄 收集情报 限他们两天之内回来 要先掌握好情报 才能召集各部过来商讨对策 不过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完禁酒的第二兵团的 这三个枕边师 在7月10日到14日 先后被共军包围 而且是遭到结局围攻 枕边其实施展成一点下落不明 后来才知道说他被俘虏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要侦查调整部署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算起来6月30号 刘邓部队渡过黄河 7月15号之前 已经打掉了三个枕边师 分别是枕55师 32师跟枕70师 速度快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对 我们看国共内战 有时候会觉得说 有些地方真的是无法想透 尤其是鲁西南这片土地 就像是迷洋的百慕达三小洲 在这里一支又一支的国军部队 在这边被吞没 被称作是台湾军的枕边棋师 在1946年12月底 从台湾调往大陆战场上 我们知道在1947年的元月 其实他们有稍微损失一些人 可是至少还有一个伴侣的战斗力 这些台湾兵很多是接受过 日本的军事训练的 怎么样想不透就是 怎么会落入被违坚的命运 根据枕边66师的师长宋瑞科的说法 丸敬九命令枕边第70师 那个时候要先开到六营级附近 集中待命 7月11日下辖的高斯洞里 在六营级以北两公里的地方 跟禁忌如意野战军开始交火 到了12日午后完全被包围 丸敬九得知以后 命令枕边66师 控制京香万福河的南岸 然后要六营级的枕边70师 向南撤退 阳三级的枕66师向北推进 准备要南北对进 一起跟枕32师在独三级这边抱团 结果丸敬九很快的发现 独三级这个村镇太小 只有大概200多富人家 摆不了三个枕边师 而且又没有什么粮食 所以丸敬九他又调整了布局 决定要整32师向北接应 这个第70师在一起向南撤退 转移到阳三级跟整66师抱团 大军调动我们知道 不是像叫几个人跑来跑去这样 对对 看起来呢 是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参谋本部这样调度 我觉得是会出打势 听老谈说这段历史 国军从定逃战役 龙凤大战等等 一路打下来也快要一年了 对这里的地理 其实好像感觉起来摸不太清楚 难怪前一集 澄澄有建议说 要挑选优秀的指挥官 配给固定的幕僚 这样对地形 敌情的研判比较精准 对 等于说要对预设的战场 一定要搞清楚 在整三十二师 靠向整七十师的时候 整七十师派扶部队 实施连续的反冲击 企图要撤影 最后整三十二师 虽然进入了六阴级 可是已经有部分的损失 两个整边师会合了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六阴级其实也很小 而且是沙子土地 不容易建立攻势 而且一下子塞了两个整边师 难免为了一些有的没的 这边起摩擦 据说喧华的声音 大道在村外都可以听得到 到了7月14号 试图要突围的整七十师 仍然困守在六阴级 总之到了7月14号 试图要突围的整七十师 仍然困守在六阴级 这个时候师长陈一鼎 还有跟整三十二师的师长 谭永良 他们也急了 直接跳过了玩敬酒 就跟顾主统报告 说现在要难撤 已经完全不可能 维京之际 应该要向东退到嘉祥 还有祭宁 这时候前线主观 是要自行寻找退路了 顾主统他也同意了 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这两支部队 在14号的深夜 开始转进 包括13日 其实已经有一部分 先向东撤退 结果前后通通都遭到打击 遭到的精密 对于这一段 大陆的资料说法是 那个时候土尾的部队 其实是失去了战斗意志 舰制不统一 离开了六阴级以后 不到100公尺 就已经失去了统一指挥 毫无窒息 大陆资料的形容是 士兵不顾长官 长官也控制不了士兵 所以很快的 全部都崩溃 在六阴级东南方 五公里内 到处都是丢弃的枪炮 还有这些物资等等 如果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结果其实也不用明说了 不过这些记录 当然是大陆方面的说法 老谈常说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 就是结束之后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台积兵有没有自己的说法 我们看台湾文献馆后来 对这些幸存的台积兵呢 有一些口述历史 他们有些人有提到 他们那个时候要突围 可是打不出去 那有一天晚上呢 双方打得特别的猛烈 那少射的子弹 甚至可以在空中相撞 碰出火丸 那也有人讲 那个时候 他们的团参谋展 甚至还组织了赶死队 结果呢 越冲死的越多 那到最后 就整个全部都变成俘虏 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九 一次损失了两个整编师 那之后呢 两个整编师被打掉之后 刘波成立刻集中所有的兵力 开始围攻 也被包围在阳三级的整 六十六十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阳三级战役 这一战呢 宋瑞科本来是有机会可以突围 可是他不忍心 抛弃数千名的三兵 那最后原兵又没有到 最后在28日投降 王敬九的第二兵团 总共也才三个整编师 损失两个了 宋瑞科他是期待谁来救他 这个时候 蒋介石师下令 王仲联 紧急组成第四兵团 最后是没有救援成功 那原因当然很多 其中有一样 也很重要 就是这个第四兵团呢 也是临时拼凑的 这是一支临时拼凑出来的第四兵团 套一句宋瑞科讲完敬酒 参促散任 对部队根本不熟 那王仲联其实也是一样 王仲联在他的真诚回忆里面说 整七十师跟三十二师 在六英级覆没以后 宋瑞科的整六十六师 被困在阳三级 7月15日当天呢 他突然间接到了通知 国防部任命他为第四兵团的司令官 而且呢 现在已经用火车 铁运驻扎在陕西咸阳的 整编第十师 还有呢 在洛阳一带的青年军二零六师 因为现在是兵团 所以另外还紧急空运 从河南的北部安阳这边呢 空运了李正清的第四十师过来 国务内战的时候 很少听到为了救援 采取这种紧急空运援军的方式 对 这样其实真的看得出来 国府当时对鲁西南的这一块地方的重视 战情已经非常紧急了 因为鲁西南如果丢了 徐州就危险了 而徐州呢 又是金埔铁路跟龙海铁路的交汇点 非保住不可 那玩中年讲 这样子好像是儿戏 东拼西凑出来的部队 在时间还有空间都来不及的情况下 又如何能够达成任务 他说这简直是要重演 玩敬酒第二兵团的覆没 鲁西南的阳三级被围了 这时候才开始要组织兵团救援 最远还要从陕西拉到山东这边 对对 这样来得及吗 玩中年讲 7月19日 他奉命从郑州到开封 等候部队到达 那20日那天呢 在河南省省主席刘茂恩的办公室 刘斐带了既定的作战计划 还有指导干药要领图 挂在墙壁上面 在地图上面呢 刘斐要第四兵团呢 经过朝鲜文善聚野农固籍 等说要攻这个禁忌如意 战军的后辈 断他们的后辱 刘斐讲 如此呢 阳山之伟自然可解 毛泽东呢 要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 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 对 现在呢 要王仲年第四兵团攻他们的侧背 等于就是要放他们纵虎归山 方便他们往大别山的方向前进 感觉是不是有套招 这个真的不知道 总之呢 因为连续的大雨 再加上事情非常的紧急 所以第四兵团 他们所需要的名呼 就征集不到一半 7月22日就开始出发 那才走一天呢 整编第十师的师长 卢广文 还有整编第四十师的师长 李正清 都跟王仲年反映 说攻兵营 汽车牵营的炮兵营 这些通通都还没有抵达 现在又是大雨 如果继续的前进 到时候一定会首尾不能相顾 建议说等部队集中以后再走 解围就如同跟时间赛跑一样 人没有起 感觉就是去送死的 不去又会让友军陷入死局 这真的很难解 我们做阳三级那一节 也有提到 整场战役 攻守双方 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 那有兴趣的 可以回头帮我们捧场一下 那总之呢 到了7月25日 大雨还没有停 那后续部队也还没有到达 那因为已经不能再等 所以开始启程 结果在途中呢 王仲年讲 他搭的吉普车 经过了青沙障 遭到的袭击 坐在他位置后方的 易电眼呢 胸部重弹死亡 这等于有点像 王仲年一开始讲的 鲁西南这里的地形 是被改造过的 夏天呢 还有这个青沙障 也就是这种高大的玉米田 等等这种自然植物 高粱 行军或搜索 都很容易遭到伏击 所以这也是一个 打游击的好地方 那我们还是拉回来讲 那因为连制的大雨 加上河水暴涨 所以王仲年的第四兵团 其实是来不及的 那到了7月28日 阳三级陷落 那等于说呢 从6月30日 刘登部队开始渡河 到了7月28日 几乎是一个月 第二兵团的三个枕边师 都全部再见了 算起来 听起来都蛮可怕的 其实从1947年元月开始 鲁南战役 聚精于莱鲁 孟良固 加上鲁西南 后头加起来 国军大概损失了 二十几万的大军 听起来国军怎么在山东这边 好像都是输的 其实同一个时间点 五年的枕十一师 在山东南马 打了一场胜战 紧接着是礼弥的枕巴斯 也在领取取得了胜利 所以双方还是富有输赢 紧接着呢 国府在1947年9月到12月 以范汉简做交东兵团的撕裂 发动了交东战役 山东的局势 那个时候似乎一度 又有好转的迹象 既然老台很快 就要说到交东战役了 大家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这里就先不展开来说了 回到鲁西南战役的本身 第二兵团 第四兵团 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 降帅之间 相信彼此也不是很了解 加上天降霸雨这些天气上面的因素 过于苛责好像也不太过于 说不过去 对说不过去 但是呢 如果从头来看 国军好像也太轻易让刘邓部队渡过黄河了吧 如果要讲到这个 真的得讲黄河的花源口决铁 1938年5月19日 徐州失守 第二天520蒋介石飞到了郑州去部署 为了要阻止日军沿着东海铁路西津 所以最后同意 绝开黄河大体 让黄河的河水阻止日军 之后呢 整个黄焕区的天灾人祸不断 特别是日军在1944年的一号作战之后 中共的发展更快 到了抗战胜利 根据那个时候 担任河南省省主席刘茂恩的说法 共军的部队已经占有整个黄焕区 还有黄河以北 黄焕区呢 只有自卫队 根本没办法抗衡 然后呢 他说幸好有黄焕区作为天窃 使得中共的主力不能吸进 具有相当的战略价值 如果花源口堵住了 那等于替中共排除障碍 后果不堪设想 这也就变成了 以水带兵的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刘茂恩呢 他曾经建议 在独口没有完成之前 要集中优势兵力 把黄焕区的共军消灭 第二是 把黄河独口工程 改为建设水杂 使黄焕区的水道 永久保有一定的水量 这样子也可以阻止 范区与东的共军向西扩张 可以节约呢 大概百万兵力 我们知道 最终呢 还是把花源口给堵住了 可是按照刘茂恩这样子的说法 为什么 他还是要这样做呢 这里面也涉及到 所谓的人道 因为防范区呢 他灾后 还是必须要复延 那另外呢 国府也是希望 能够让黄河重新走 这个原有的河道 这样子可以阻绝 禁忌乳液战军 跟山东共军的晚来 同时呢 他们也评估 至少也可以节约 40万的大军 中共也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 也一直针对黄河独口 跟国民政府 不断的争执 要求说先牵走的旧河道的居民 才能够河隆 云南药 这也是提供另外一种思维 到了1947年的3月 花源口河隆 滔滔的防河水呢 重新走向故道 那同一个时间点呢 蒋介石对共军的进攻呢 改为所谓的重点进攻 就是以三北 还有三东为主 中间的鲁西南地带呢 大概有200多公里的黄河防线呢 并率相对的薄弱 鲁西南这里呢 只有第四绥靖区的 刘汝明他的枕边55师 还有第68师 还有一些保安部队 在那边驻守 那另外就是枕边70师呢 驻扎在鲁西南的家乡 作为机动 国军对黄河天险呢 寄予厚望 认为黄河防线能 抵挡40万大军 希望这个黄河之水 能够阻挡共军的南下 就我的理解 黄河水势滔天 应该没有这么好过吧 主要是那个时候 迅期还没有到 所以毛泽东要求刘登 一定要在7月1日以前 渡过黄河 所以我们看大陆很多资料 也都会形容说 渡河有多惊险啊等等 主要是 因为那个时候 是在进行宽正面的渡河 各自碰到的情形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像是有的地方呢 可能容易到 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 像是整 其实是被打掉的同一天 经济书役战军的绥经记者 那个时候发了一则报道 标题是 5分钟渡过黄河 他说他跟随 母部队渡河 那船公跟他讲 6月30日 那天在抢渡的时候 最快的 只有5分钟 那这些船只呢 大小分两种 在去年11月开始建造 大的可以载运 10轮大卡两辆 小的可以载运 3、4、10人 大概就是一个牌 这令人很想象 就没想到 是这么容易的渡河 所以事后呢 整边其实是被俘的副使长 罗则东 充满疑惑 说这么宽的河水 又有守军 到底为什么 轻易的就可以渡河 大军渡过黄河 对岸如果是有排兵布阵的 河水上面 根本没有防御力可言 的确是让我们难以想象 所以我觉得 一切都还是守黄河 防线这些守军的问题 那据说黄河南岸 那个时候是 每50公尺 有一个碉堡 可是是否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之后呢 渡河的共军呢 又用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 急行军 迅速包围的运程 然后国府就开始组成了第二兵团 进入了鲁西南了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国军三个整编师 一场战役就没有了 听起来从上到下 临时拼凑的部队 就算装备不输给对手 协同能力和对战场的熟悉度 还是会造成像这样毁灭性的打击 雪球就这样越滚越大 雪崩就跟着来了 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谈兵度新闻历史汇流处 军事事故事主战场 直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呢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给我们观看 在底下 跟我们留言交流之外 欢迎呢 大家也可以到Podcast上面收听 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性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